大家好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普通物理学呢 已经到了一个段落 那么也谢谢各位呢 从第一讲开始呢 一直参与到目前的最后一节 那么在这门普通物理学里面呢 我希望跟传统的物理教学不一样 不是只有强调方程式的推导 而是主要强调里面的概念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是 藉由介绍当时已经知道的背景知识 来理解历史上 很多重要的物理概念呢 通常不是凭空出现的 在传统教学上呢 大部分的时候会注重推导 而不是历史上的进展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会把概念的产生呢 变成断裂式的 一段一段的出现 这个情况呢 对学生来说呢 常常会造成很不容易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冒出来 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很容易使得学生觉得物理真的很难 都是天才才想得到 这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概念 所以自己可能不适合来研究物理 但事实上呢 我希望透过整个课程里面呢 不断地强调历史背景 还有它后面这些概念的 产生的介绍呢 希望大家也能发现 物理学家很多时候并不是天才 而只是呢 一群非常会联想的人 而且非常敢猜 透过勇敢的猜 目前手边的问题 跟以前已经知道现象的一个联想呢 他们常常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 除了联想感猜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呢 要能够专注 而且要愿意专注 在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的理解上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 对于电跟磁 电磁学 这样基本的概念理解 好像跟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透过这些概念的理解之后呢 反而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新的应用来 那么透过这样联想 猜测 还有愿意专注这样几个特质呢 往往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才能得到科学上重要的进展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稍微强调一下 物理的进展呢 常常跟新的仪器的开发有关系 所谓研究这件事情呢 里面的核心概念 基本上就是在找出重要的问题 然后呢 勇敢地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猜测 有了一个猜测 有了一个想象之后呢 再来设计里面相关的实验 来验证 这个猜测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常常会有时候猜测是错的 但透过新的实验的设计呢 往往需要设计一些新的仪器 而就是因为有了新的仪器的设计之后呢 才能看到新的现象 因此呢 在物理学上呢 常常是依赖新的仪器呢 才能对旧有的概念提出一个很大的颠覆的改变 所以新的仪器呢 在科学的进展上呢 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在求学问的时候呢 会变成概念 好像才是一切的根本 对于仪器的建造 对于动手做 这件事情呢 反而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地方能够稍微强调一下 为什么这门课会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动手 去试一个小实验来说明物理学的一个概念 就是因为动手做设计仪器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在物理学进展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段七个礼拜的旅程中间呢 我们基本上为各位介绍了 从18世纪以来的物理学进展 包括了电学啦 磁学啦 两个整合起来的电磁波啦 从电磁波而来的光学啦 还有对于光的本质的探讨 而造成近代物理的非常重要的理论 就是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这些事情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非常享受整个过程 但是事实上呢 在最后我们还是要稍微提一下物理的本质呢 就是要探讨我们对于周围的环境 的物质还有能量方面的理解 那么虽然物理学已经是一个发展了 相当久的一个学科 但是现在就在物理学这个领域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尚不知道 还没克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用几年前的科学杂志 这是世界上一个顶尖的杂志 那么它里面有提出过呢 在它125周年的时候 说了125个 在科学上的还没有解决的重要的问题 来跟各位分享 那么这125个问题 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全文 那我现在摘取里面其中前25个 里面跟物理有关的几个主要的问题 来跟各位分享 所以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做成的 包括像到底物理里面大一统理论 是不是真的存在 也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理论 不一定简单 用一个根本的理论 来描述所有的交互作用的现象 那么另外甚至包括说 对于地球的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这点呢 我们所知还是非常非常少 还有包括像所谓的量子理论的 我们前面讲的测不准原理 跟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非线域性 就是非独特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一个地方的现象可以影响到 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现象 那么这两件事情中间 有没有更深的关联在这个里面 还有包括像重力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呢 都是现在在物理学上非常非常重要 而还有很多科学家前铺后继 在里面持续的投入努力 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我也欢迎各位如果对 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兴趣的话呢 能够投入目前最全员的科学研究 在研究这个方面呢 要投入的领域一定要是 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大家都不太确定的 这样才是值得投入的领域 如果大家已经大概知道 这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通常就不是一个值得投入的研究领域 这是为什么做科学研究 往往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 因为你在解决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是我鼓励各位 或许有机会 或许有能力的话呢 可以在你的未来的考量中间呢 试着做一些物理学方面的思考跟研究 往往会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么最后呢 我也要邀请各位一起感谢 在这门课背后呢 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这门课呢 只有我一个人是完全做不出来的 所以呢 后面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后面支持 那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出来呢 跟各位一个一个介绍 也邀请各位一起谢谢他们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就是负责 普通物理这门课的 影像的制作 那包括所有课程的录影 然后跟老师的 在影像上面一些沟通 以及实验的拍摄 然后经过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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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漫长的旅程 我们这门课终于拍摄要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获得非常多的知识 然后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希望大家在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并没有把实验的步骤 就是搞混 以至于就是大家学到错误的知识 谢谢大家 我不学到真有 嗨 大家好 我是主业军 对 什么是主业军 什么是主业军 就是在这门课 基本上是帮忙协助摄影 然后还有课程的宣传 还有推广 所以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看到我 就是基本上发文的就是 还有微博 嗨嗨嗨 怎么样可以联络到你 你可以私讯小编 这是我 嗨 大家好 我叫群浩 也可以叫我白羊 我是普通物理这门课的 课程统筹 那除了管理课程进度以外 还有就是协助这门课程的 课程宣传 那普通物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 希望大家在这堂课都有非常多的收获 谢谢大家 嗨大家 我是李成邦 然后我就读台大会计三年级 然后我负责的工作就是帮老师伸出笔 就这样 所以没有你就没有公式了吗 对 所以你很重要 大概吧 大概 好了 大家好 我是摄影 现在就读台大土木系三年级 单身 很喜欢物理 最喜欢物理了 希望大家也喜欢普通物理这门课 大家好 我是普通物理这门课的助教 我现在是台大物理研究所硕士一年级 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打杂 然后处理留言板 讨论区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们的作业上的问题 然后现在单身 主要联络方式就是可以到讨论区 可以留言对助教有什么感想 可以多多留言 然后就是祝大家这门课玩得愉快 谢谢 谢谢